2023版澳大利亚移民主要方法 大家好,我是自由翱翔的白头鹰 主要关注移民方面的事情 包括移民政策,为什么移民,如何移民,移民哪里及国外的好景好物分享 希望对国外已发展世界感兴趣,并且真心实意移民的小伙伴 搜索并关注我,及时收看有用的移民信息及国外美丽的风土人情 谢谢,今天要介绍的是,关于澳大利亚的基本情况和移民方法 全称,澳大利亚联邦 截至2023年9月,总人口不到2700万人 人均GDP未超过6.2万美元,一般用英语为官方语言 澳大利亚是英联邦成员,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创始会员国之一 在2023年,全世界总共198个国家不包含地区里 澳大利亚护照在173个国家和地区的签证免费数量排在世界第五位 其中免签110国,落地157国,电子旅行证6国 澳大利亚移民主要方法 二,永居签证,共同部分,根据商业精英项目 在澳大利亚从事商业活动的外国公民连同其受养人,将有机会获得132类永久居住签证 要获得申请资格,申请人必须获得州或区政府或某个澳大利亚中介公司的提名 要获得提名,投资人企业家必须向商业移民中心BMC提交州提名申请 一旦申请通过,申请人需通过澳大利亚移民和边防局的SkillSelect在线系统提交移民意向申请EOR 一旦在SkillSelect得到提名 申请人将会收到来自澳大利亚移民和边防局的邀请信 用于申请132类永久居住签证 在获得永久居住权4年之后 申请人将可能具备入籍澳大利亚的资格 投资类型,又重要商业经营历史类别 申请商业经营历史类别下的132类永久签证 在申请前的4个财政年度中至少有两个年度 您,您的同伴或您和您的同伴联合 必须在一个或多个合格业务中拥有总净资产 至少为40万澳元的所有者权益 或在上市公司的总发行股本中拥有至少10%的股权 您必须拥有至少150万澳元的净业务和私人资产 并且这些资产应合法获得 并能够在获得签证之后的两年内转移到澳大利亚 在申请前的4个财政年度中至少有两个年度 您的一个或多个主要业务的总年度营业额至少要为300万澳元 并且您在年营业额少于40万澳元的某个业务中占有51% 或年营业额超过40万澳元的某个业务中占有30% 或在某个上市公司中占有10% 在获得永久居住权4年后 您将获得入籍澳大利亚的资格 要求155周岁以下 一些周或区可能无此项要求 前提是该业务将会为澳大利亚带来卓越的经济利益 二证明持有至少总计150万澳元的合法净业务和个人资产 并且在获得签证后的两年内能够转移到澳大利亚 三证明您有打算和努力积极参与和管理合法业务的商业计划 描述您所提出的在澳大利亚的业务活动 并表明他们将如果为澳大利亚带来经济效益 四证明您在受邀申请签证前的四个财政年度中 有两个年度您参与了业务的日常管理 比如五申请前的四个财政年度中的两个年度 您的业务的财务报表 该报表必须由独立会计师提供 六提供一个组织结构图 展示您在该业务中的职位 员工归属 管理报告方式和职能职责 七办公用地和业务活动的图片 最多六张图片 八商业合同 九证明业务所有权 完整的公司摘录或公司注册证书 向公司注册处提交股东证明书 提供您的资本份额 公司的年度收益 备忘录和公司章程 业务注册证明书 营业执照或者业务名称摘录 特许经营协议 公司注册或股份转移文件 所有合伙人之间的合伙人协议 10如果您有任何业务是亏损经营 请说明详情 如果您有任何业务 无力偿还债务 或需进行破产接收 或需进行清算 需提供证明 或者提供您的任何业务的破产证明 如果适用 所需文件 邀经认证的护照复印件 二两张护照尺寸照片 三经认证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出生证元件 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五结婚证元件 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六医疗证书 七无犯罪记录证明元件 八银行存款证明 九净资产证明 10经认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或公司注册文件复印件 11商务背景证明 12经认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或公司注册文件复印件 若可提供 13财务报表 14商业计划 七风险投资类别 申请风险投资类别下的 132类永久签证 您必须从某个澳大利亚 风险投资公司 获得至少100万澳元的资金 该资金必须用于某个 具有良好前景的 高价值业务的启动 产品上市 或者业务发展 该风险投资公司 必须是澳大利亚私募股权投资 和风险投资协会 有限公司AFCO的会员 AFCO 在其风险投资企业家签证记事表中 有关于其会员风险投资类别的信息 您必须与该风险投资公司 达成正式协议来获得该项资金 在获得永久居留权4年后 您将获得入籍澳大利亚的资格 要求 155周岁以下 一些周或区可能无此项要求 前提是 该业务将会为澳大利亚 带来卓越的经济利益 二与澳大利亚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协会 有限公司AFCO的某个会员公司 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风险投资协议 用于证明 您已经从某个澳大利亚风险投资公司 获得了至少100万澳元的风险投资基金 并且需提供声明 该基金是用于业务的启动 发展或扩展 或者用于产品在澳大利亚的商业化的信函 三证明对您进行提名的澳大利亚州或区政府机构认为您 您的同伴或您和您的同伴所拥有的资产足够您在澳大利亚定居 四证明您将在澳大利亚新的业务或现有合格业务中 持续维持实质的所有者权益 并且将直接和持续地参与这些业务的日常管理和决策的诚意 五概述您在澳大利亚的业务生涯和计划 包括概述您的预期业务和或者投资活动的声明 以及描述您在澳大利亚相关行业的调查或研究 所需文件 一经认证的护照复印件 二两张护照尺寸照片 三经认证的身份证复印件 四出生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五结婚证原件或经认证的复印件 六医疗证书 七无犯罪记录证明原件 八银行存款证明 九净资产证明 10经认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公司注册文件复印件 11商务背景证明 12经认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公司注册文件复印件若可提供 13财务报表 14商业计划 3申请人国籍要求 A受限制国籍 无官方受限制国籍 必双重国籍 该国承认双重国籍 您无需放弃之前的国籍来获得该国国籍 4税收 仅供参考 如果您的永久居所在澳大利亚 或者您已经在澳大利亚半年以上 除非您的居住地不在澳大利亚 并且您不打算在澳大利亚居住 或者您受雇于澳大利亚 那么您就会被视为澳大利亚的纳税居民 纳税居民在其全球范围内收入的基础上缴纳个人所得税 反之 非居民根据其在澳大利亚境内所得的收入缴纳个人所得税 如果您持有临时签证 那么您将会被视为赞助居民 这样您在澳大利亚境外所得收入将有可能无需纳税 年收入超过54,232澳元 非居民为62,685澳元 那么超出的部分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可达45% 年收入超过18万澳元 那么超出的部分需要另外征收2%的税费 适用于居民和非居民 资本收益被视为普通收入 如果纳税居民不包括赞助居民 持有该资产一年以上 那么将有可能豁免50%的税收 非居民也需缴纳10%的非最终预扣税 从当地公司中获得的股息将被视为可纳税收入 但通常可通过税收抵免来防止双重征税 从澳大利亚境外获得的股息 也有可能享受外国税收抵免 利息和租金收入需按标准税率纳税 澳大利亚有受控外国公司CFC条款 澳大利亚居民控制下的外国公司 如果未通过主动收入考核 通常在被动收入超过5%的情况下 那么他们的被动收入将有可能需纳税 无论收入是否通过个人层面 公司是否通过主动收入考核 取决于其所在的司法管辖区 州和区征收土地税 资产的转让征收最高5.75%的印花税 澳大利亚无净资产税和遗产税 在商品和服务交易的基础上 征收商品和服务税 标准税率为10% 至于企业税 当地实体在其全球范围内收入的基础上 缴纳30%的企业所得税 对于营业额少于200万澳元的公司 将有可能减免税率至28.5% 对于参与二加地活动的公司 将能够享受一些税收减免或免税 从当地实体中获得的股息 通常可享受税收抵免 如果母公司持有付款实体至少10%的股份 那么从澳大利亚境外获得的股息 将有可能免税 否则将有可能需纳税 资本收益被视为普通收入 如果母公司持有子公司至少10%的资本 那么从股份的处置中 所得的资本收益将有可能免税 非居民所得股息 可能无需缴纳预扣税 前提是利润已经纳税了 否则可能需缴纳30%的预扣税 通常从境外所得利息 需缴纳10%的预扣税 然而一些利息可能无需纳税 版税税率通常为30% 在某个税收条例下 这些税率有可能减免或消除 由于内容过多 本期视频不得不分为三期播出 这期是3比3 请注意观看另外两期精彩内容 最后 没有最好的移民项目 只有最适合的移民项目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和项目 限于审查 字数及时间限制 无法在这里一一赘述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联系我取得 谢谢大家观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